教一下簡少年老師 怎麼紫薇命格的人 容易被霸凌 如果有的話可以換掉嗎 會給大家一些解法 然後我首先在紫薇抖述裡面 就是跟同學同事 比較有關的是交友宮 那有的這個命盤上 古代會寫蒲藝宮 這代表說你的手下 或你的同學的部分 那這個宮位呢 裡面有幾顆星星 有些煞星的時候 特別容易在求學時期 遇到霸凌 好 那首先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這個 情陽星跟靈星 那剛剛這個病人有講到 這個拿球棍嘛 拿球棍打 這個就是屬於直接攻擊型的 一般跟情陽星比較有關 情陽星 情陽星是一顆傷害星 這個星星是一個 紫薇抖述裡面 非常嚴重的煞星 它如果落在你的夫妻宮 你很可能是家暴 如果落在那個子女宮 很可能是你跟你小孩打起來 那如果落在你的交友宮 也就是僕異宮的位置 很有高概率 就是你跟你同學會起衝突 對 那他只有兩種結局 通常要嘛他打人 要嘛他被打 那大部分概率裡面呢 我聽到都是被打 打人的 比較凶惡的人比較少 你說情陽落入內宮 對 落入交友宮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這個現象 然後他在求學時期很嚴重 那出社會後 可能會是什麼 可能會是被同事陷害 所以如果交友宮 情陽星的同學 要很注意這件事喔 就是你盡可能的讓你的工作 或你的讀書環境 是屬於那種運動類的 或是說那種軍事類的 例如說他去讀軍校的時候 軍校每個學生都是 哇 非常的這個強硬啊 然後每天這個吵起來 又讀男校很正常嘛 那這種霸凌的傷就會降低 那如果工作上是屬於那種 例如說我們說做藝術類 或運動類的工作 因為每個人也是都很壯啊 所以這種問題就會下降 那第二種類型呢 是剛剛這個文婉講的 就是這種氣氛型的霸凌 那就是靈心這顆心 靈心呢 這顆煞心的特色是什麼 是他是一種冷暴力 就他在整個指揮讀書裡面 他叫冷火 就這種火 他一開始一直冷暴力 一直冷暴力 冷暴力到最後 忽然炸裂那一瞬間 就會失控 所以呢 如果你的這個交友宮 有靈心的時候 這種人要非常注意 就他的爸媽一定要很關心他 因為靈心這種暴力 是沒有證據的 就你冷暴力 是很難有證據的 然後就大家都不跟你講話嘛 你又很難去說 那他要怎麼證明 然後他往往靈心在某個年份 例如說他剛好 這個工位更爛的時候 他會爆發一種巨大的失控 失控通常是 這一個命主可能會怎麼樣 這個小孩可能會 忽然間像拿刀割手 或者說他會展開一個 很大的暴富心 或是那種失控 甚至有的會什麼 就是從在學校裡面想不開 都是屬於靈心這種新星造成的 就是他爆發的時候 太失控了 所以如果你的交友宮 有情心或靈心 情陽或靈心的同學 靈心這顆心怎麼解決 我剛才講情陽心 就是找那種比較運動類的 那靈心這種喔 就是你在交朋友的時候 如果一點點不舒服 你就要馬上講 就是千萬不要忍耐 這種你如果交友宮是靈心的人 一忍耐完蛋了 你最後面一定會忍耐不下去 就會失控 所以只要一點點不舒服 你馬上就要求助 例如說跟家人講 跟老師講 甚至直接跟這個同學講 你再這樣我就揍你 那他可能就是 就是因為他靈心的這種煞心的問題 都是處於什麼 處於不說清楚 就是我想說忍一下就過去了 是不是忍一下 是變本加厲 再忍一下 再變本加厲 最後像壓力鍋一樣 壓力太大就砰就爆炸了 所以這兩顆星星要非常注意 好 再來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 文取星畫技呢 文取星代表的是 這種想法溝通這件事情 但當文取星一畫技的時候 他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欺騙 所以交友宮裡面 有文取星畫技的人 特別容易被朋友騙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還沒有講 有種霸凌是最好的朋友 不斷地出賣你的那種霸凌 就你每一次相信他 就把你的最好的朋友 把你帶去給學姐打這樣子 然後打完之後 你想要求助於另外一個人 那個幫你的哥哥 隔天又怎麼樣 又性侵你 就是屬於文取星畫技 就是他會被最靠近的朋友 不斷地出賣 這是好慘耶 非常慘 而且文取星畫技呢 代表一種相思病的意味 更可怕的是 這個人還會捨不得他這個朋友 就他已經被出賣了 他會說他也是百般不願意啦 我覺得他是貝德胡仔吧 對 就是我們講有一種 這種什麼PUA有沒有 這種情的或是這種暴力的 就把他整個思想控制的 都是屬於交友宮 榮譽文取畫技的人 就他明明那個人 已經對他超級不好 他還會一直為他說好話 然後一直為他奉獻 所以一旦文取星畫技的人 很注意就是 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斷 都要讓家人朋友幫你判斷 你的朋友說他在騙你 他就真的在騙你 你千萬不要覺得 他沒有故意騙你 不是 他一定在騙你 所以這種要很注意 尤其這種人 特別容易被電話詐騙 所以如果你交友宮裡面 有文取星畫技 打來說什麼 請問你有沒有買書 有沒有買東西 有可能他在外面 他真的沒有朋友很寂寞啦 不然一個關心的電話 有有有有 今天有冷喔 你有穿什麼嗎 這很受用耶 對 就馬上幫人家墊款有沒有 墊幾百萬說先放匯款 然後匯完之後人就跑掉 就是屬於這個類型 要非常非常注意 好 第三個呢 第三個叫 表哥 表姐 或是另外一半的爸爸媽媽騙 然後他是那種基於 我現在被他的朋友騙了 我到底要不要討這個債 我好尷尬是親戚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樸藝公如果 這種交友宮如果連真話計 也代表說 他人生很容易遇到 各種非法的人 就他的朋友 很容易是做灰色地帶的 很容易是做一些賭博 或是說這個 對 就是或撈偏門的 但是這些人呢 他可能不一定不講義氣 只是最後被抓到的時候 把他一起供出去 所以他又很尷尬 是因為這些人是朋友 又被抓到 那我怎麼辦 然後我只好 他就一起栽進去了 所以如果是交友 跟我連真話計的人 他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 不要跟家人 有金錢來往 千萬不要 任何姻親都不要 那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他交朋友的時候 如果這朋友撈偏門的 盡量不要 跟撈偏門的朋友 一起相處 保持一點距離 或是請一個好一點的律師 去控制你們之間 每一個協議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以上這三個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你的小孩 或是你自己交友工 有這幾顆星星 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那像文婉是念女校 我是高中是女校 可是我是小學 就有遇到這種霸凌的狀況 女校是不是就比較沒有霸凌 女校應該比較會針鋒吃醋 那剛剛這個畢業 是有一點全五行了 那太可怕 在那邊動那個鋸屍都來 那我覺得有另外一種霸凌 也很可怕 那叫做氣憤 氛圍 冷暴力 然後呢 或者是你一個人 可能變笑柄 或者是就是把你晾在那邊 然後冷落你 然後呢 孤立你 這種其實也是一種霸凌 我先講我那時候 是從哪一個事件開始 我變成全班的笑柄 你知道嗎 從開始身家調查開始 說來老師就說 媽咪人 那個什麼玉峰 你家幾個人啊 幾個小孩 一個 我一個啊 好 那我現在開始囉 家裡一個小孩的舉手 拿到的都舉手 兩個舉手 然後全部都舉完了嘛 那其實永遠都不會叫到我 因為我們家九個小孩 對 然後 我們家九個 叫到剛才第五個老師 差不多來來 書本拿出來這樣 這時候就有一個人 帶頭講話了 老師 老師 沒有叫到玉峰碗 他都還沒有舉手 對 你說 顧人院就是這種的 何同學 你同學 我們是好學生 你看 就是有這種人 我們是好學生 老師 他還沒有被叫到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玉峰就說 對 老師 玉峰碗他沒有舉手 他不專心 老師 然後老師這時候就是 你就會發現說 十七比落的聲音 那時候我就開始就有點害怕 因為我那時候不覺得 家裡小孩多怎麼樣 可是那個氛圍 雖然讓我覺得 天啊 我犯錯了嗎 後來老師就說 來 玉峰碗站起來 你為什麼不舉手 為什麼我都問到那你不舉手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就真的快哭了 然後所有人就這樣看著你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家九個小孩 我就九個小孩 講出來他說 趕快演 就是這樣 我都同意了 他都九個 對 這就是學生的公法 對 小學生 不是 我覺得最傷是 然後就有人開始就討論說 他怎麼可能 他媽是豬喔 就來了 就說 對 就開始這種言語 霸凌就開始 他媽是豬喔 整天沒事都在幹嘛 就是這種話就來了 那我那時候就 就覺得很傷心 然後又不敢講話 坐下 坐下 不要吵 吵不要吵 可是從那時候開始 你就發現說同學 就覺得說 你家好奇怪喔 豬小妹 然後這是事件 事件一對不對 從教室旁邊走過去 都 然後事件二就變成 就是說 因為我家本來真的 因為小孩多 資源就比較分配 會比較 比較拮据一點點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 就是開學沒多久 老師就講說 就公布說 那個明天啊 大家要記得喔 然後服裝反正就是制服 然後那個 每個人記得穿白皮鞋 因為我們要拍照 要穿白皮鞋 這個有點難耶 小時候我們家沒辦法 你知道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我 我真心覺得說 白皮鞋 我就開始覺得 我就 從頭到尾我就一雙球鞋 那我就開始 就搞不定的壓力很大 然後我跟你講 那時候其實 我就心裡 第一個搞不定 第二個我就覺得 同學應該 不知道又要怎麼笑我 然後我就回家 沿路走... 然後我就開始 哭了 然後哭... 然後回到家 我媽說 妳是看怎麼樣 我說我明天要白皮鞋 媽媽就看到 我說不可能 我就開始從 就是妳就知道 我從下課就開始 一直哭... 然後到隔天 也一直哭... 到上學 過月 眼睛來睜歪歪 老師一進來 她還沒開始講話 老師 妳又舉手了 老師 女文婉沒有穿白皮鞋 對 然後妳剛才把她瞬間 妳就整個人縮掉 妳已經哭了一整個晚上了 然後旁邊說了很多 站起來 蛤... 真的耶 妳怎麼知道 對... 鑽腳鞋 對... 然後那個壓力就... 就是那個... 從一開始就開始 妳那個氛圍 然後所有人就開始看不起妳 然後那個眼神就是覺得 妳家裡真的又窮 小孩又多 然後接下來 妳知道嗎 班上整個就是何同學 你知道所有的女生 所有的女生都會覺得很害怕 你知道以前我們大概就是 一個月吧 會換一次座位 你知道會換一次座位 就是說來 男生女生來 出來出來 來排兩排 然後大家不能說 我要選 我要跟愛菲爾做 愛菲爾比較帥 愛菲爾比較乖 不行喔 你就這樣排兩排 然後就說 妳對下山人 妳就妳們就這樣 妳就坐隔壁這樣子 我永遠 妳知道嗎 那個何同學 不是 何同學 打給女生 他好調皮喔 不要 大家都不要跟他做 我永遠 流完過去 我永遠跟何同學做 就是 妳就是 妳知道我剛剛講的 他不一定要打妳 不一定要打 他那種 那種壓力很大 然後我就這樣 這麼從一年級 我們那時候 好像二年級也沒有分班 反正兩三年都跟 就跟何同學做 被折磨兩三年 我跟你講 就是那樣子的 那種狀況 equal 作詞旺文哩 作詞詞 辭 感谢观看